- 别叫,让不让睡觉啦,吵死啦,吵死,别叫啦,天天大早上你让不让睡觉啦,不要叫啦,不要叫啦,太吵了知不知道,我要睡觉的,别叫啦,进去,进去吧,睡觉啦,别叫啦,我要睡觉啊 别叫啦,难道别叫啦,我天天叫,吵死了,你是不是也饿了呀,给你吃的吧,给你吃的就不要叫了啊,不要叫了,让我好好吃饭,行啊,来了,怎么了 你家得天天叫,一天到晚叫,不是不好意思,这个你要去教育他,知道吗,已经来找你好几次了,也投诉过好几次了,这个问题就得不到解决了 真对不起,真对不起,我今天要把他关好了,哎,烦死了,天天叫,天天叫,你看你给我有多少麻烦,这想起,睡觉的时候你也叫,吃饭的时候你也叫,你说人家都来投诉了,我该怎么办呀 大家好,我是派特哥基的训犬教练图馆长,养狗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但总有些狗啊,就像是我们上辈子的仇人一样,没有给我们添加热情的乐趣,反而全是烦恼,你睡觉的时候他汪汪汪乱叫,别叫 你吃饭的时候他汪汪汪乱叫,别叫,你打扫卫生的时候他还在汪汪汪乱叫,无时无刻都在乱叫,他们的叫声严重的让你感受到速度与激情的澎湃,有我在,不要怕 今天我将为你展示,如何使用遥控训练项圈,纠正狗狗乱叫的行为 在纠正前,先讲几个小知识 第一个,叫呢,是狗狗本能的原始行为,每一只狗啊,它都会叫,但请勿通过歌声带或者是勒脖子的方式来惩罚狗 咱们只需要通过利用趋利避害的方式来制止就可以了 第二个呢,在不同的场景下,狗的叫声代表的意思也不同,比如说,到了这个陌生的环境,发出害怕的叫声 那关在笼子里面呢,它发出叫声的是想获得自由,那在院子里面呢,看到陌生人呢,发出的叫声等等 如果你一味的满足他的欲望和他的想法,那接下来呢,使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呢,需要各个击破,才是解决办法的唯一途径 第三个,狗呢,它是有大脑,有想法的,那再好的方法呢,都是需要主人持续管理才能够有效的 能在他们发出小声,嗯,音音的时候呢,就能够准确的制止 那他们以后呢,就不会汪汪汪的大声叫了,毕竟啊,他们的叫声确实打扰到了我们正常的生活 制止狗狗乱叫行为,刻不容缓,接下来我将使用派特科技的遥控训练像圈320款,完成狗狗 乱叫行为的纠正,这款产品是热销款,目前销量及口碑在亚马逊等电商平台都是名列千毛 你们听到声音了吗?声音超级超级的辣,接下来我要把它放出来,把遥控训练像圈给它戴上 接下来呢,给大家讲一下佩戴的注意事项,因为佩戴呢,不能从狗的正面佩戴 所以呢,需要从狗的后面佩戴,佩戴的方法呢,就可以用一碗狗粮吸引它,让它正常的吃 吃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个遥控训练像圈从它的后面给它佩戴上 好,这个时候我要开始佩戴遥控训练像圈了,从它的后背,这样给它戴好 戴上的时候呢,要把它毛发扒开,里面有延长片,还有导电柱 这个时候它是完全不知道的,因为它吃的很香 佩戴的松紧洞呢,可以用我们的手指,往里面一放 刚好呢,两根手指是一种挤挤的感觉就可以了 然后佩戴好之后呢,这样来回摩擦摩擦 让它接触到我们的皮肤,接触到狗狗的皮肤 戴上以后呢,可以陪它玩一会儿 跟它玩耍的时间呢,大概是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 如果你玩的太久,或者玩的太累呢,它回笼子里面 它就直接睡觉了,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就会忘记 刚才我们在给它佩戴遥控训练像圈的这个完整的过程 嗯嗯,哼哼,好的,乖乖,啊,爸 制止狗狗乱叫的行为,要先从在笼子里面乱叫 开始纠正,有以下三点好处 第一点,可以培养狗狗住笼子的习惯 锻炼狗狗的独处心理,这样呢,不会产生分离焦虑症 第二点,不会因为使用遥控训练像圈以后逃跑 因为一旦逃跑呢,就失去了制止狗狗乱叫的意义 第三点,增加人管理狗的主导地位 因为叫声是狗自主发出来的声音 它想通过声音来吸引人的注意力 比如说通过叫声来判断自己是不是安全的 通过叫声来获得自由 如果在这个时候,人能够准确的制止狗狗乱叫的行为的话 以后不仅不会乱叫,还会提升人在狗心中的地位 好,走 快来,走了 对,好 接下来呢,我要把它放进笼子里面去 放进笼子里面去呢,先用 要我们短按一下这个开关 好,在这里 短按三秒 然后开机 开机呢,可以用我们的这个声音键来测试 上面有个声音按钮 那我们把它放进去 等待它乱叫的时候呢,我将使用这个工具 还有前面给大家分享的一些方法 来纠正它的叫的行为 好,进去吧 在纠正狗狗乱叫的时候呢,心态一定要坚定 幼犬或者是叫的不厉害的狗狗呢,可以用这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呢,就是大声的说 说No的指令也可以让它停止乱叫的方法 听它乱叫了 走 No,No,No,No 这两个方法呢,只能起到一个吓唬的作用 对于幼犬或者是胆子比较小的狗狗还是有用的 但是对于特别聪明或者是特别鸡子的狗狗 这两种方法基本上是没有用的 因为它发现我们的行为是指老虎时 那它还会在我们没有注意的时候 或者是休息的时候 它还会乱叫 就比如我们训练的这只狗狗 同样的方法,那对它来说那就没有用的 所以呢,需要用到我刚才给它佩戴的320款遥控训练项圈来完成纠正 派特团队从2014年开始自主研发宠物智能训导用品 从宠物心理入手研究宠物行为 在大数据的基础上研发出一系列宠物训导用品 派特团队更希望这些辅助工具能促进您和爱宠的准确沟通 成为您的养宠小助理 等一下呢我就在这个地方 它在那边乱叫呢我能听得见 当它出现叫声的时候呢我会用这个开关键 然后按动开关 让它知道它叫会让它的身体产生疼痛 那第一次使用呢建议是5到8档左右 好,我们现在就等它叫 叫的时候呢我来按这个开关键 好,开始叫了 No 按的话大概是短按三秒 然后再松 如果它还叫再短按三秒 那这个里面就要判断它是不是因为惨叫 还是自主的叫 惨叫呢我们就手松掉不要再按了 它现在已经稍微有点安静了 用完遥控训练下去以后呢 它现在已经不叫了 但是不代表后面它还会不叫 所以为了更好的一个训练效果 我们现在把它放出来玩一玩 玩一玩之后呢 玩疯了,玩眼了 然后再把它丢进去 如果出现乱叫再制止 好好好,过来 哎呀 好,过来 对了 来来来来 哎呀,过来 好棒 进去 把它关到笼子里面 然后我们再找一个地方躲起来 它出现叫的时候呢 再使用这个遥控训练项圈制止 基本上用了三到五次 就会见效果了 我在这里呢 已经等了很久了 但是它现在还没有叫 那证明呢 我们使用这个工具制止呢 是完全有效的 让它明白 叫会给它带来压力 不叫呢 会给身体带来舒适感 那这个样子呢 就达到了我们想要的一个训练结果 所以呢 我就不需要再用这个工具了 那如果你们家的狗狗出现 第二次它还会乱叫呢 依然用这个工具 重复使用三到五次 就可以让它明白 在笼子里面不乱叫的行为了 我们做出以下几点总结 第一个呢 就是在刚发生叫的时候呢 就能抓准准确的时机来制止 第二点呢 能分辨出是自主的叫 还是使用工具之后的叫 使用工具之后的惨叫 就不能再次使用工具来制止 第三点 制止完以后呢 狗会安静 但为了更好的效果呢 可以利用家里其他的狗狗诱导犯错 或者是放出来玩一会儿 两到五分钟 再关进去 然后再一次的制止 第四点呢 制止完以后啊 人不要立马去安慰 可以等它自适 在笼子里面睡觉 睡醒之后呢 再放出来玩一玩 第五点呢 需要多次重复巩固以后 才能起到效果 不能制止完 就立马摘除遥控顺利相圈 遥控顺利相圈使用呢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实际上这个工具 就是专门给母童养狗人来用的 它的工作原理主要是靠 接收器里面的静电柱 使用遥控顺利相圈 在极短的时间内 佩戴的位置呢 释放出一定安全的微电流 只要做到准确 就只需要三到五次 就可以有效的制止 狗的一个坏习惯 使用的要力 第一个 不能正面对着狗带 第二个 遥控顺利相圈 不能对着狗的视线按 第三点 安装完之后 来回滑一滑 摩擦一下皮肤 佩戴的松紧度 毛发扒开 静电柱接触皮肤 颈度呢 可以用两根手指塞进去以后呢 它是有一点点拥挤的感觉 人在使用的要力 第一原理就是 对狗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呢 提前做好一系列的工作准备 狗在笼子里面叫的 第一瞬间 按动遥控顺利相圈 多次制止以后 让狗知道 在笼子里面安静的睡觉 第二点 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呢 可以在五到八档之间 第三 超过七十二小时以后呢 会造成狗的皮肤的磨损 使用时呢 建议八到十二个小时就挪一挪 遥控顺利相圈 在狗狗脖子里面的位置 第四点 合理的应用工具 使用不当呢 狗对相圈呢 产生依赖 有工具的话呢 就听话 没有工具呢 就不听话了 第五点 人对工具产生依赖 主人呢 没有主导地位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或者是脸书账号 PedPed 学习更多 训犬知识 我使用的这款产品 链接已经放在了评论区 有需要的朋友 请在亚马性搜索PedPed 主页即可流量其他热销款